第四節 神秘之夜 今天的題目是 《刀陵果施報》2.0 阿紀圖現在展示給我們看 所謂的聲容 耶穌的形象 其實是挺一致的 是一致的 它主要是在果施報的形象 它的髮型 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教堂 包括很多東正教的那些 或者其他地方的那些很重要 他們是很嚴謹的 去畫基督的形象出來的 那些形象的比例 全部都是接近《刀陵果施報》所印出來的形象 這節問的問題 真的是考大家的聖經和羅馬史的功力 對 功力了 舉其中一個例子 當時的人 特別在以色列 是否留長頭髮 其實理論上來說 我們看過很多的畫 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而且耶穌的那種中間分界形 也更少有在以色列那裡 是的 這裡很厲害 我不是透過看過這個畫 純粹複述別人看聖經的說法 他們說在《哥林多書》中提到一件事 就是男人不應該留長頭髮 對 這個是對的 其實應該這麼說 以色列那方面的習俗 你說過在《哥林多前書》中提到的 反而女性就要留長頭髮 不是蒙頭 這件事 實際上它很像現在 譬如說是伊斯蘭那一種 其實接近 是不喜歡露出女性身體的部分 應該這麼說 這個說法其實不是傳統的以色列人或猶太人 因為那時候已經被羅馬帝國統治了 剛才用到《哥林多愛邦教會》 他們受了希臘文化影響之下的羅馬文化 所以那時候的時尚是他們的男性 已經不會再留長頭髮 台長 是不是留你那一種 當然不是 是留阿紀圖那一種 台長 你拿回你剛才的湯馬斯那幅畫 就比較就可以了 那三個門徒的髮型 跟基督的髮型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那三個髮型 對 沒錯 這是根據Caravaggio的畫 這是現代畫 但是那個髮型本身是我猜的 應該是找回中世紀的看法 Caravaggio就是這幅 哦 OK OK 對上去 真的是他很懷疑耶穌要摸一摸傷口才知道 真的是老師了 又說耶穌變成福報 所以變成二次創作也好 或者是惡搞 這張是二次創作 簡單來說 當時的髮型不是我這一種 不是的 為什麼耶穌這個會這麼長呢 其實你可以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就是 用阿紀圖他喜歡神秘學的說法 就是 譬如說耶穌十三到三十歲之間 曾經離開過耶穌撒冷一帶的地方 去了東方那邊 去學一些新的知識 在那時候他又習慣了這種外形 拿到希平時髮型回來 我想問一件事 當時世界上對髮型的要求 其實中國那是特別的 就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 中國人當時是纖頭髮 不是 剪了就出事 他有超能力的 所以其實變成 頭髮在以色列的民族當中 都有很多不同的傳說 剛才我會說 我要強調一點 因為那時候已經被羅馬統治了 所以他們有很多 尤其是外邦的信徒 他們已經轉了用羅馬文化 觀眾會很生氣 為什麼要講《公頭髮綱》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要偽造這個影像 照計長 應該就是用短法 就是用短法 而剛才我講的 第一個就是因為 有用神秘學 最喜歡的就是 那十三歲至三十歲之間 那個真空期 是不是去了印度 是不是去了中國 這個有可能因為他已經 不是完全去那裡的 埃及 他有整個路程 所以重點就是 這個長法 好像埃塞俄比亞也有說 黑濁俄比亞 還有那個 那個 就是埃塞俄比亞 還有那個千湖 黑濁俄 埃及那邊都可以講的 第二個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想法 就是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神之子 他是被揀選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不需要跟著世俗的那一套 甚至乎其實我會覺得 你簡單說 當時要留這個髮型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 我留這個髮型 就會被人說你是長毛 然後我會再問一個問題 你簡單說了 你沒有反應的問題 沒錯 你是長毛 但是我要這樣解釋 當時人就說 這是長毛 我剛才做一個惡了惡然 我就不想說 因為他是要標期立義 或者他是一個抗爭的符號 所以變成劉長頭法 有可能其實他就是想重塑以前 應該是未被羅馬統治之前的 那些猶太人的那種打扮 OK 去另一個項目 耶穌有沒有兄弟 基本上是有的 James是不是 因為他是道成肉身 瑪利亞是同精女懷孕 但是瑪利亞後來都成家立室 這種情況之下 他都有其他的弟兄 但當然你發現很好奇 聖經裡面 如果耶穌是有親生的弟妹的話 為什麼他叫一個門徒去照顧瑪利亞呢 但是其實說過 Brother of Jesus就是James 聖經裡面說過 但是後來教廷是否決定了 耶穌有兄弟 是不是神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沒有可能有兄弟 問題一 他和他在世的父母 是兩馬子的事 所以沒有矛盾 為什麼聽眾也會很急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如果他有兄弟 DNA就容易找到 也可以驗證 如果有阿葛多 James的帽子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我們相信是道成肉身的話 假設約瑪利亞後來生出來的 耶穌的弟妹 都不會跟耶穌相同 不是的 既然剛才也說過他是經過瑪利亞和藥室生出來 但是他應該是沒有藥室的DNA 其量可能都是較為類近瑪利亞那邊 假設用這個直接聯想 你不要理會那些 他是不是的 但是你的DNA 就是他的家族都可以玩出來 未必 未必 如果根據整個假設 我們想想這是一個神跡 沒有可能是一個童貞懷孕 當然有些人會不相信這個可能性 甚至乎有一個更加搞笑的方法 就是說瑪利亞是一個工具 是一個器皿 就是類似人工售人的那種 明白了 所以生出來可能連瑪利亞那方面的DNA也沒有 OK 第三個問題 當期的十字架是怎樣釘法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那條走苦路 其實釘十字架的過程 包括他要先揹著十字架 上山上 應該會問一下 怎樣釘法 這個很重要 Mell Gibson那裡是不是說錯了 不是他剛才跟著用這個 用背脊 應該會說錯 我問一下你怎樣釘法 其實他應該是先躺在地上 在地上釘完後就發起 這個就是 即是建了那個 沒錯 等於你們建了那個架 在那裡躺在地上 之前怎樣處理這個被釘十字架的人 你說已經上山了 已經躺在地上 我記得他就是 你不要以套戲做標準 我問你聖經裡面說 但聖經裡面好像沒有說 他上山後要躺在地上 我們先拿資料出來 總之其實他整個過程已經很根竊力皮 因為他已經是經過那條虎路 然後他已經揹著十架沿途 就要被人在廟宇 拖口水等 甚至鞭打著他的過程 其實他上山已經很累了 然後他很累 甚至乎已經很口乾的時候 他躲下的時候 好像喝了少許東西 那時候是誰 Joseph在那裡 他說有個聖杯 就裝了那些血 但是這個就是傳說 他那時候的過程當中喝過水 然後他應該是睡覺 然後就開始釘 每一釘就叫一次救命 好了 再考你聖經 好 那時候十字架的木是用什麼木做的 Sorry 木屍 我失敗了 你又很奇怪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當時的木有可能會黏在身體上 是對的 這個也會有的 身體上應該是木的 所以果絲布上也有可能 但接著我們說 可能他清理屍體的時候清走了 當然這個可能性 但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在當時的地方 最常用的木 是 就是橡木 是 但是不一定的用橡木 橡木的時候 十字架就隨時拿到什麼木 甚至可能是reuse reuse 這麼環保 說真的這些不奇怪 因為太多了 沒錯 每天都行幾個 還有一個問題 十字架有多高 其實如果我們用假設一個人 因為看這個畫的時候 很多時候釘得很高 其實沒有那麼高 其實應該怎樣 我們用一個比喻 他是三米以內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用 三米十尺 三米以內的長度 十尺很高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古代 第一件事 這個果絲布的身體相當高 是的 1.83米左右 1.83米 即是差不多六尺五寸 是的 為什麼我們會用三米以內 來做一個比較呢 其實我用以前一些比較 第一點 他背著走苦路的時候 他那個十字架 其實他有很多是要拖走的 拖走 其實他要看回 第一點就是 他一定要整個人 覆蓋到 沒有可能短得過 他1.5或1.6之間 沒有可能的 背著十字架 這個過程 聖經是記載過的 真的要 他打的 他就是背著十字架 這樣打 所以其實他是對的 不是背著背 他是肩膀頂著 這個應該要講 先問你一個問題 是的 釘十字架的時候 有沒有穿著衣服 應該沒有了 應該是沒有穿著衣服 因為釘的那一刻 已經是最羞辱的一種懲罰 他釘的那一刻 甚至乎有些人說 走苦路的時候 都沒有穿著衣服 是的 但是中世紀所有描繪 耶穌的釘術 全部都穿著衣服 這個是為了 藝術上的一種加工 這個情況 你帶一個疑問就是 他偽造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年代就會加上布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真確性更加濃厚 這個你可以其中一個論點 對 十字架有多重 這個又要看看你多長多廢 還有什麼木 是嗎 真的有木 很難搞 這個你問我 聖經裡面應該沒有說過 十字架多長多重 這個是我們後來 用人工力學來推測 說真的 理論上 如果教師 為什麼我會用三米以內 因為其實 十字架是不需要太高的 其實它的功能性是什麼 但是它插地 沒錯 所以 其實它 理論上來說 其實我們假設一個人 高不過兩米 其實假設我們用人是兩米的話 插落地 插一米以內 其實已經夠穩固了 因為它真的不需要你高高在上 它不怕你逃脫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你用三米左右 用身體的比例 當然你說理論上應該是一丈長度 插落泥土裡面 但其實以前它哪有這麼長的木 就算有的話 所以我會說 用reuse的意思 我會不敢說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那一節說 斯巴達建議的時候 插落後 不能讓你reuse 它是沿路插落 總之看到路 所有人都釘十字架 就不可能會reuse 所以我想當時斬很多木材 而且重點是 我們現在看到十字架 就是筍位很漂亮的 環和直 真的難聽說 一條橫一條直 釘上去 一橫一直 釘上去就算了 這是關鍵的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當它背著十字架的時候 它只是背著一個橫木 就是旁邊的一個橫木 就不是背著一整塊 不是一個十字的形 接著它釘完那個橫木 然後就貼到另一個直木 就變成十字架 你給他這個位置看看 這個我猜是錯的 我們現在猜 一般來說 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份木是100磅 其實阿紀圖那是對的 它有幾個圖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畫裡面畫的十字架 但是下面這個草圖 就是橫木 它有一個提出了 剛才你說的那個論點 它可能 整個背負的過程裡面 基本上是一個橫木 對 它背著的就不是很像 現在整個十字架這樣背著 而是怎樣背著呢 就是這樣 就是你覺得已經釘了 不是 是用繩綁住 就是用繩綁住 為什麼觀眾又問 為什麼爭論這麼爭論 就是涉及到 在這塊布上 背著的傷痕是怎樣 是的 最頂的一件事是怎樣 它原來兩邊都有 嗯 這就是回來印證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影像 你以為是畫也好 怎樣也好 它是知道當時 它不是這種什麼法 就是它呢 應該這樣說 就是你的意思 就不是靠後世一些畫像 的二次創作之下 不可能的了 是的 這是一個很精確的 對當時釘十字架的過程 一個重現 是的 再說一次 一般來說 現在看電影 就以為是一個 完整的十字架 你這樣單膊頭背著 一直走上去 如果看這幅 《刀寧果施報》 就不是這樣背著 是一個 一條橫木 然後一個 綁上去 這樣走上去 有些繩子綁著 這個圖就是 一個草圖 就是找回那個 那時候的整個行影 會做的 那我就想問阿基督和《刀寧果施報》 去到這麼精確 你猜 有多少人會想到 去到這麼細節 這個就牽涉到 假設那群 複製《果施報》的人 的動態 會上來 還有當然 複製會的人 可能可以 現在是說 當然是四年沒有事 當然就是 其實我們今集 突然好像都覺得 相對地 這麼多的可能性當中 這個真的 就算不是耶穌 都應該是耶穌 那個年代 真是一個 釘十字架的犯人 的屍體 的《果施報》 是不是真的去到 但是他是耶穌來的 因為算上那些傷痕的話 尤其是那個 《昂基路斯之槍》 《刀寧果施報》 對 所以這個機會是最大的 而甚至乎有兩個 可以討論的焦點所在 就是 那個發現的時間 為何這麼遲才能發現 還有就是 為何近這一兩年之間 突然才有一個 最峰迴路轉的 新的 推翻了 98年的時候的可能性 是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當時的屍體有沒有洗過 這個就是 坦白說 我問過很多長者 他們聖經也沒有說過 聖經會說是茶油 是的 大問題是 茶油之前有沒有洗過 理論上 那個地方的人是不洗澡的 當真 真的 那個地方的人 你不會天天去洗澡 大時大節才有機會 所以 一世人是衝三次 所以他最絕 應該說身體少 所以為何耶穌要幫門徒洗腳 這個原因就是 現在這次荒製的小腳 也有 紋腳 錯了 紋腳 他說他洗完之後 荒製是有的 當然 有 荒製有做的 一個過程的 對 你不要想到其他什麼 你做教宗是什麼的 重點是什麼 其實理論上 我一定不會幫何菇洗腳 不是 你做到教宗才好說 如果用回到屍體 我們先不要理會是不是耶穌 剛才我講了一個較為噁心的情況 就是 當你一死那一刻 你身體 尤其是下半身 肌肉已經鬆弛了之後 你已經會失禁 所以那些屍體 應該血肉模糊之餘 還要加上 糞便方面 尿的情況 這是一個很賤的現象 所以 按常理 如果 假設有人 能夠很尊重這個屍體 他不會隨便包佈 他怎樣都要清洗 但是有另一個說法 那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耶穌是個重犯 他的門徒全部四散 就算那些婦女 都接觸不到他的屍體 婦女極其量 都會說 據聞他三天之後 可能有些事發生 但好像傳說是Joseph 跟他 Joseph不是說耶穌的爸爸 而是另一個Joseph 跟他寫過屍體 這個聖經裡 好像我不清楚是否真的 但重點就是 按那時候的處理 就是耶穌是個重犯 就算他最親密的人 應該最親密的男性 那個年代 那些女人 提出不了任何要求 假設他家人 家人就看不到 他有什麼提出的問題 全身 所以變成 誰會對他的屍體這麼好 究竟有沒有這個問題 1976年 我現在看資料 他有一個說法 他查的時候 有一個說法 1976年的研究 他說在那個布裡 他找到一些花粉的跡象 中共有48種那種花粉 這是我們那一集說過的 對 而這些花粉裡面 都夾集到一些鹽分 而鹽分應該是死海裡面的水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可能有用一些有限的水 幫他洗 或者未必很多 可能他做了一盆仔 幫他擦 未必擦得完全乾淨 但或者是有清洗過程 如果清洗過程 用了死海的水 而裡面可能 為了想他有些香味 就有些花 花裡面放下來 所以放下一些花粉 不是的 那裡是不是公開的地方 就會黏的 就不是一些 因為如果你說的 比如說油膏那些 那些就一定會 但是花粉那個 不是涉及到他們淘的花 而是戶外 尤其是當時的那種環境 一定會黏到一些 這當然是說 因為有一個瑞士專門研究花粉 在不同地方出現的一個專家 甚至做了這件事 他確認了在那個年代 但是我們說的所有 我們不重複 但是聽眾 觀眾又會很火鍋 為什麼你去到這麼細節 正正是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當時這條絲不洗 估計就印不到這個樣子出來 你覺得是洗了 是洗了 好了 但是我還要問一個問題 究竟是誰幫他洗 這個歷史上 就是我記憶之外有傳說 是找到一些人物出來的 即是說過一些人物出來的 即是像你剛才說的 Joseph 但這個不是那個 即是不是那個 爸爸的Joseph 是另外的人 是有錢人 而傳說就是 後來他拿了聖杯 去了英國 那不說了 大家都聽到 會問 為什麼他這麼傻 這麼細節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整個神秘學的精髓 就是你從一些很細節的考慮 退校去看整件事的真實 程度 凡是藝做的事情 一定在細節位度穿崩 對 沒錯 大家做過編劇就知道 不是 做過解藝的就知道 被人踢爆就是那些 舉我們經常的例子 是 少河江湖 講張學友騎馬 專門研究名史的專家告訴他 當時的人 是很少數是可以騎馬 他沒有那個 他犯法的 不如索性說 張飛是不會拿得像八蛇矣 那時候的科技 根本沒有人做到那麼長的事情 最重要 張學友騎馬那裡 那個不是官道 最主要是這件事 這個講下去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從事神秘學的研究 你不可以用一個態度 就是操之大言 是必然在最小的地方 你覺得很愚蠢 很微不足道的地方 你找到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這個不是最簡單 你用一些藝畫 就最容易找到 你一定要做得很跟得足 跟得很細緻 不然你分分鐘 很細緻的地方 別人就看穿你了 跟著我們 2.0這一集 台長有什麼 對《果師報》的新見解呢 很簡單的事情 我第一節已經強調過 這是我們做這麼多節目以來 我第一次肯定有奇蹟這件事 神蹟我不敢說了 因為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問題 我只能說這件事 不是福學能解釋得到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涉及到基督復活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從這幅畫 你可以推敲到一個什麼 基督復活的現象出來 其中一個廣發現象就是最有趣 其中一個廣發現象就是 其中一個廣發現象就是 實際上 當時目擊這個所謂復活的人 無論他什麼人都好 其中一個可以作為一個解釋 其實他不是看到真人 他是看到這個影像 光體 但是他又接觸到一個傷口 沒有 這個可能是一些附會 即是說好像這個 實際上他可能是這個情況 OK 但是加以傳說 加以一個圈掩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基督復活的神話 OK 但是怎樣解釋到 印在布上的一個影像 這個就是奇蹟 這個解釋不到 因為有很多說法 其中一個熱核的光法 就是屍體當它轉化的時候 就出現了 一種光發現象 一種光發現象 即是一種光發現象 即是你變成了 你會解釋了 為什麼屍體不見 因為它已經化作光 而這個光是一種新的能量 它又沒有輻射的危害 否則的話 可能有的 可能當時有 但是很多門徒都很長命 那種核化沒有毒 婦女都相當其衝 那些都還可以 當然 這個是一個很負爭議的說法 我只是提出來 不是代表我相信 還有最關鍵的 你說到這裡 就肯引證到神跡之餘 那時候 就是它復活之後 它還有一段日子 是交大了很多 那個過程 它也是使得很細緻的 是的 你問我 這個光發 這個《國師報》 引證到 真的有這個復活的過程 引證到下來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 基督復活 還有它之後的那段 那個交大 那些事情 也都可以 變成可信 是的 而我會覺得 用基督徒的身份去說這番話 這些證據證明到 屍體是經過一個異變 而這個異變 應該就是 即使我們現在的科技 都還未能解釋的 一個超自然的現象 而那個《國師報》 是否真是耶穌的話 主觀情感 我相信是 大部分人都是 因為你找不到另一個人 相同的紀錄 這個就是整個問題 我們一直可以說 有這個傳言 但問題就是 你找不到歷史上一個相同的紀錄 所以客觀上 我會覺得機會 可能性是最高的 OK 然後就是說 對我有什麼意義 其實就算沒有《國師報》 我先解釋了 就算沒有《國師報》 就算這個《國師報》 當年被別人 可能不是那個年代 都不影響我對神的信心 不用的 這個我覺得 其實始終 如果你對宗教 有一種宗教情懷的話 你是不需要用一個科學 科學的證據 去支撐你 而且我想更加重要 當然我們是基督教 天主教 我不可以代表他講 我想不斷重申 這是一個愛的宗教 我想證明到 是又如何 你感覺不到那種愛的話 也沒有用 你不斷說 那群基督徒經常講罪 經常講這個 我會死 說落地獄 對不起 其實我想跟你說 基督教是愛的宗教 除了剛才那個之外 還有另一個解釋 這個更加嚴重 這個 就是這個《國師報》 包著這個人 沒有死 這個回到剛才那個洗屍的問題 如果它其實那個傷 不是那麼重 但是那塊石 封住了這個山洞 有三天的 是啊 就算裡面的山洞很大 有足夠氧氣 它也沒有氣力推開 山洞外面的石 那麼可能有人推呢 沒錯 剛才所有的不斷重申 就是說 理論上 那時候所有的男性 最親密的伙伴 全部四散逃走 可以這麼說 表面上四散逃走 但是暗地裡 就三天之後起義 是的 然後也要問一個問題 那塊石 不是真的說 就算十幾二十個人 都可以搬走 應該都 我沒有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為什麼這麼快結論呢 因為我們每一次 基督徒都會面對這些討論 不是 這是你們主觀的想法 應該是什麼呢 可能整件事 是神祖已經想好了 怎麼處理 是 怎麼處理呢 這個 我覺得 是 這次 方濟 他提出 現在有很多證據 放在你面前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關鍵 你要了解 其中裡面 他要說的 是一種意義 裡面的實際 不是最重要 但意義 反而是最重要的 意義裡面 整個復活的意義 有更大的層次 還有在今時今日 2013年 3月這個期間 他這麼高調 大家再討論 《果施報》 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這就是跟我們剛才開頭 第一節裡 碰到的事情 都說出來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一刻 再說回《果施報》 不是就這樣引證 真實的存在 這麼簡單 這件事已經做了很久 但是在這個時刻 裡面 就告訴大家 從這個《果施報》裡面 這是一個引字 開始告訴大家 復活的意義 有一個很陰謀論的說法 已經是《老生常談》 是《沉默同盟》 西班牙那本更好賣 包括《魔鬼二天使》 那個改教宗 傳說就是 在中世紀有一個 叫馬拉茨的 愛爾蘭的 和術 即是是《文靈》 預測到這一任的教宗 是最後一任 你又解釋一下 為何梵蒂江一路 對《都靈果施報》 若跡若離 但這次有這麼高調介入 是的 其中一個 講了很久 講到我們也不想說 但結尾提一提 就是 其實 根本可能整個 對基督復活的說法 即將被推翻 就是 耶穌是釘過十字架 不過沒有寫在上面 然後 正如《基督的最後人》 就說結婚生子 跟了他叔叔去到某些地方 做一些擴產的工作 這個是你說的 這個傳說是有的 哪個都是看資料 更糟糕了 整個摩門教就不存在了 他有個大叔父 我們上次都有提及過 整個摩門教說 耶穌升天之後 過了美洲顯現 有金業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當然 這個涉及到神學的問題 我們也不多說 如果要倒閉 其實很簡單 整個涉及到 耶穌復活的 處留的說法 瞬間崩潰 不是崩潰 可能有一個改動 改動 會告訴大家 這個改動 將會影響到整個教廷 在社會上 在政治上 有多少的變化 我們不下結論 因為這只是一個推測 你根本沒有條件下結論 你會看到2013年 可能不是我們下結論 是有人說話給你聽 我們今天節目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